据媒体报道,巴特勒终于下定决心离开森林郎,并且正式向森林郎提出了交易申请,还透露出自己预计签约的三个下家,分别是,来话,快船和尼克斯。 这件事情要从巴特勒拒绝和森林郎去签斯林一亿一千万美元的合同说起,词布出巴特勒拒绝去签合同的消息后,网友们纷纷猜测,巴特勒为什么拒绝和森林郎续约,巴特勒的下家又会是谁? 这些事情说来话长,小编线从头说起,巴特勒,1989年出生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巴特勒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和睦,而巴特勒的出生也没有使得两人的关系有所缓和。 所以,巴特勒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便手气了妻子和孩子离家出走,年幼时期的巴勒特也一直不被母亲喜欢,直到他13岁时,母亲已长得太丑,的理由,将他赶出了家门,说到这,小编不得不多说一句。 俗话说,很少有母亲喧弃自己生的孩子丑的,自己生的娃,再丑也是自己生的,嫌弃自己生的娃,那一定不是正常的母亲,将一个13岁的孩子赶出家门,不知巴特勒的母亲有没有想过,生无分文的她吃什么,穿什么,住在哪这些问题呢? 对,他没有想过,不然他不会做出这么绝情的事情,被赶出家门的巴特勒,一度感到很无助,没有亲人愿意收留他,最后他不得不去了自己的朋友家中寄宿,而他的朋友的父亲也仅仅是一哥卡车司机,生活并不是很富裕,所以他们住的公寓也是租住的。 阿特勒来到这之后,一直都很勤俭节约,他和他的朋友两人,每周的伙食费很少,两人有时一包薯片和一瓶饮料就能生上一天,艰苦的生活了两年后,阿特勒因为与莱斯利的相识,使得他的人生开始了慢慢的转变,莱斯利的父亲早年因车祸死亡,所以拥有不幸童年生活的两个人就这样相互吸引着。 随后,莱斯利将自己新认识的小伙伴巴特勒,带入了自己的家庭。 莱斯利的母亲兰伯特是技术工程师,兰伯特第一次看到巴特勒之后,感觉他很可怜,需要帮助和关怀。 就这样,兰伯特收留了这个小男孩,从兰伯特这里,阿勒特找回了那份缺失的母爱,或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有的人身上,他可能会一蹶不振。 可能会痛恨不养育他的父母,可能就此堕落下去,但是巴特勒没有,他没有堕落,反而开启了他新的人生。 巴特勒在赛场上找回了那个真实的自我,篮球更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2007年到2010年期间,巴特勒先后获得全美大专院校最佳阵容的提名,连续年闯进了NCAA锦标赛,获得大东联盟最佳阵容的提名等等。 2011年的巴特勒开始参加NBA选秀,并且在首轮第三时顺位被芝加哥公牛队选中,随后,便与公牛队正式签下了四年价值540亿万美元的合同。 巴特勒进入公牛队后的,巴特勒,他的组织控球能力和防守的看家本领,军发挥的淋漓尽致,这对于公牛队来说,简直是逃到了宝贝。 之后的巴特勒可以说是在篮球场上大展身手,2017年森林兰通过交易换来了超级巨星巴特勒。 说到这,小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巴特勒会选择离开公牛? 据悉,尤其定原因,一是因为巴特勒和公牛队年轻队员之间发生的一些矛盾, 二是因为他觉得加入森林狼队他来说未来可期,以及森林狼队里面有知遇之恩的汤姆西伯度。 那么为何短短一年的时间,他又选择离开森林狼? 大家都知道,巴特勒本身就是一个很难接触的人,再加上他在这里与其他两位年轻队员,发生了一些矛盾,并且已经到了,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地步,随着矛盾的预演越略。 巴特勒选择了离开,所有人猜测他会去胡仁,而且他自己也曾透露过有意和胡仁牵均, 但是在三五四被推举为胡仁新的基石求人后,对于巴特勒来说加盟胡仁已经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 当然一切都是猜测,真实原因我们并不知晓,不过今日,巴特勒透露出了三个夏家,蓝王,快船和尼克斯, 果然胡仁不得其中,看来原因和大家猜得差不多。 我